在寒冷的冬季,泡汤就是一种享受。 交通部观光局为行销温泉举办台湾好汤温泉区金泉奖评选,苗栗泰安温泉区已逾28万票数,勇夺全国第二名,受到众多游客好评。 我们参加了这个交通部观光局所举办的这个金泉奖,得到十全十美的赢值。 还有一个是CP值金泉奖,这两个奖就可以充分地表示,我们苗栗县泰安湘的这个温泉是一等一的。 泰安温泉有百年历史,从日治时期被发掘,时至今日还维持着原始的山林环境。 而优质的美人汤及友善的旅游环境,让来访的旅客在泡汤之余,也能漫步其中感受苗栗山城的惬意。 我们这边好山好水,日本的温泉专家,他走了十几处的温泉区,二十九处的温泉采样,我们跟安通是全台湾最好的温泉。 我们这里的泉脂真的非常好,我们是中性的碳酸氢钙纳泉,出泉的温度大概是47到48度,泉脂的pH值大概是7.5到8左右。 所以它是非常适合的温泉美人汤。 户外大众池有不同温度的泉池,享受融合大自然情景的泡汤体验,欣赏云雾在山谷间的飘动。 而室内大众池则有温泉池及冷水池,SPA水疗池,适合三五好友一起泡汤。 如果注重隐私,想要拥有私人空间,则有独立汤屋可选择,享受安静不被打扰的空间,沉淀身心灵。 除了泡汤之外,也能享用到使用在地食材入菜的可家料理起火锅,搭配食令蔬菜变化菜色。 泡完汤,吃到热腾腾的美食,暖身又暖胃。 户外露天风里,占地有七百瓶之大,八个温泉池,还有一个长四十米的游泳池。 那室内罗汤的男女分开,各占地有百瓶之大。 泡汤的部分,我们提供三种的养生茶饮,让客人泡得养生,喝得养生。 除了温泉之外,苗栗县政府为了保护及传承泰亚族文化,设立了泰亚文物馆。 馆内展示了许多原住民相关的雕刻、服饰等作品。 在欣赏完泰亚文化之后,户外区域有设施优化的泡脚池。 一旁还有温泉煮蛋池,可以体验自己煮蛋的乐趣。 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。 苗栗县政府希望打造观光新亮点,吸引游客来访。 在我们全国文物馆里面有29馆,唯一有温泉的就是我们泰亚文物馆。 泰亚文物馆的掌管的内容非常的丰富。 今年我们会办理泰亚服饰的竞赛。 全苗栗县有29位的工艺师在办这个工艺的竞赛。 苗栗温泉范围除泰安温泉区外,还有南庄、大湖及院里,提供多元舒适的温泉会馆, 让游客选择,为庆祝泰安温泉荣获金泉奖的十泉十美奖和CP值奖。 苗栗县政府结合在地观光活动及饭店业者,推动一系列的活动,让民众到苗栗享受人文美景。 泰安温泉得天独厚的山林环境,周边群山云雾缭绕,民众带家人朋友一起到此游玩,享受温泉与美食佳肴,远离城市的喧嚣, 让身心灵彻底放松,体验独特的铝汤文化。 今年开始年底到明年的四月,欢迎大家一起来,我们的金泉泰安一起来苗栗,汤油苗栗,在不在? 在! 在!